桃園中正市场的越南法国面包 2号爆出集体中毒案件 已经遭到勒令停业 不过很多民众人士非常讶异 食物中毒的人数现在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截至6号为止 已经有422人中招 16人住院 还有民众说自己中毒后 一天狂抛50次厕所 其实早在一年前就有多位网友 在店家评论区留言 说家里10个人吃了面包 结果9个人发烧 还有人上吐下泻 大家全去挂病号 如今大规模中毒 卫生局3号前往业者厨房击查 我都入门煮热水 然后我就洗牙 用热水洗 然后热水洗 然后放一点漂白水 就算有用漂白水清洁 不过该店人又多达14项不合格 卫生局研判 摊伤可能是在制作蛋黄酱的时候 没有落实鸡蛋清洁 才会导致消费者遭沙门弑菌感染 对业者开罚新台币54万罚还 后续躺人体环境及食品检体 检出病原性微生物 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规定 移送地检署争败 卫生局祭出政法 而摊伤目前人是停业状态 不过针对后续赔偿 还需要给消费者一个交代 记者刘区长过一轩桃源采访报导